1965年3月,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南越西贡政府,美国启动滚雷计划,即在派出地面部队介入越南战争的同时,还共计出动战机30.4万架次,向北越投掷了各种炸弹约250万吨。 从1965年3月到1968年11月,滚雷计划历时三年零十个月,在这期间,靠着高炮部队以及苏联援舰的防空体系,北越人民军击落了大量美军战机,也因此北越俘虏了不少美军飞行员。 据美国的统计,截止到1970年,被北越捕获且已知姓名的美军战俘约500人,这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败给奥巴马的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 据麦凯恩回忆,越军不会枪杀战俘,但他们会虐待战俘,且北越战俘营的条件极其恶劣。 麦凯恩在北越战俘营被修理了五年,1973年回国时,他的双腿因为拷打而残废,双臂也因为虐待,再也无法举过肩膀,成了半残疾人。 值得一提的是,麦凯恩出身名门,他的父亲习德尼·麦凯恩和祖父约翰·习德尼·麦凯恩都是美国海军上将,连这样一位将门之后在越南都被打得半死。 可想而知,其他人是什么遭遇了?自从美国政府介入越战以来,美国民间对这场战争合法性的质疑就没有停止过。 很多美国人觉得参加越战根本没有意义,为什么政府要耗费纳税人的钱,毁掉数十万美国年轻人的前途,去进行这么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呢? 1970年,随着越战战事陷入泥潭,以及被俘的美军越来越多,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达到了顶点。 很多人站在白宫门口高举反战旗帜,要求美国政府停止越战,尽快救回战俘。 面对声势浩大的舆情,美国总统尼克松压力山大。 当时是战争状态,显然无法靠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于是尼克松便采纳了军方的提议,决定派出一支特种部队突袭越南的山西战俘营,解救那里的几十名美军俘虏。 越南山西战俘营位于河内以西37公里处,这个地方只被茂密,从空中无意发现。 但战俘营内的美军俘虏很厉害,他们趁着放风的时间,用衣服在空地上摆出了一个英文字母K,这是救救我们的代码。 1970年5月,两架美军侦察机先后发现了这一情况。 也正是因为如此,五角大楼才盯上了这座不起眼的战俘营。 随后美军派出多批侦察机,逐渐摸清了情况。 山西战俘营本身不大,但附近驻扎有1.2万名北越正规军。 此外,战俘营附近还部署有萨姆二地空导弹和米格战斗机。 美军要想完成突袭,就必须速战速决,尽可能缩短行动时间。 根据计算,行动最多不能超过26分钟,如若不然就是去送人头。 考虑到任务的困难性,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麦纳工军准将和西蒙斯陆军上校。 其中西蒙斯被任命为现场指挥官。 西蒙斯参加过二战人送外号公牛。 为了确保任务圆满完成,西蒙斯从陆军特种部队挑选了100多名精英组成突击队。 对这支突击队进行丛林生存、村庄侦查、房间搜查、夜间射击、伤员救治等任务训练。 此外,西蒙斯还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按1比1的比例仿见了一座山西战俘营,反复进行模拟演练。 1970年10月6日,随着训练即将完成,突击队进行了一场真刀真枪的预演。 从行动开始,倒将战俘送上直升机,演习只花了25分钟。 麦娜和西蒙斯对这一结果颇为满意,便在向尼克松做汇报时打包票说, 此次任务有95%到97%的成功概率。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他们倒是没有吹牛。 然而,由于一心求胜,五角大楼此时却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过去了将近半年的时间,美军战俘们现在还再也不在山西战俘营。 10月初,根据前线侦察机传回来的情报,山西战俘营的人员活动有所减少, 战俘经常散步的地方的草开始变身了。 这意味着战俘可能被转移了。 如果战俘被转移,那么突袭任务也就没有必要了。 但五角大楼的一帮专家分析后固执地认为,战俘应该没有被转移, 只是因为某种原因被惩罚而不能外出罢了。 于是军方便决定按原计划进行营救,行动代号象牙海岸。 美军的计划是这样的, 突击队所有人先在泰国中部的打卡里空军基地乘坐运输机, 在到达泰国东北部的乌龙基地后换成一架H-3运输直升机和五架H-53武装直升机, 然后经老挝直飞山西战俘营。 到达目的地后突击队一分为三,分成袭击队、警戒队和支援队。 其中袭击队14人任务是营救战俘, 警戒队20人负责建筑物的拆破和警戒。 支援队22人由西蒙斯亲自指挥负责运送战俘, 同时侧应前两个小组。 此外,为了防备北越空军, 美军还出动10架F-4鬼怪战斗机巡逻, 5架A-1E攻击机和4架MC-130特种作战飞机, 为突击队的直升机提供火力掩护,空中加油以及导航。 11月19日,经尼克松批准,象牙海岸行动正式开始。 由于保密工作做得极好, 参与行动的60多名突击队员直到上了飞机, 才知道他们是要去突袭山西战俘营救出那里的美军俘虏。 第二天凌晨, 一架负责导航的MC-130将6架直升机导引到战俘营上空, A-1E攻击机则发射导弹, 炸塌了战俘营周围的几座桥梁, 切断了越军增援的道路。 与此同时, 6架直升机也各司其职。 5架H-53武装直升机中的1号机和2号机降落后, 负责在战俘营外围建立路障和防线, 3号机负责摧毁战俘营的哨塔和营房, 4号机和5号机则负责投放照明弹。 随着照明弹被投下, 整个战俘营一下子宛如白昼之后, H-3运输直升机出场, 它试图在战俘营内着陆, 但着陆并不成功。 由于情报有误, 战俘营附近的数比情报数据高出了30米, 直升机在下降时, 一片打在了树枝上, 结果一头栽了下去。 所幸直升机没有坠毁, 只有一人扭伤了脚, 没有死人。 随即14名袭击队员冲出机舱, 分成了数个战斗小组, 开始搜寻战俘。 他们手持扩音器, 高声叫喊着, 我们是美国人, 请不要抬头, 这是一次救援任务,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在美军突袭战俘营期间, 北越由于准备不足, 士兵们整场战斗始终是被动挨打, 死伤十几人, 而美军却无一人伤亡。 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突击队冲进牢房后来来回回搜索了好几圈, 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此时行动已经持续了28分钟, 按计划必须要撤离了。 于是西蒙斯只好带着遗憾和费解, 下令撤退。 后来经过调查, 美军确定情报没有泄密, 战俘营之所以没人, 是因为早在7月份时, 由于越南北方连降暴雨, 危及了山西战俘营的安全, 于是北越方面便将战俘秘密转移了。 行动之前, 美军侦察机传回的照片, 已经无限地接近了真相, 但被专家误判了, 结果就导致本应该成为经典特种作战案例的象牙海岸行动, 变成了一场瞎折腾。 尽管行动闹了一场乌龙, 但事后尼克松还是亲自为参加行动的指战员颁发了勋章。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尼克松要在战略上向北越传递一个信息, 那就是我有能力拿捏你, 麻烦你不要再用虐待战俘, 让我在选民面前难堪。 估计是美军在象牙海岸行动中的表现刷新了北越的认知, 所以事后北越方面将美军战俘集中到一起, 并改善了战俘们的待遇。